茶道智慧就从摆设茶局开始 不论是倒茶 凤茶 饮茶 每一个步骤都在体验定心 静心 可以改变我们个人的习气 把我们的气质变得更柔 不只是茶 茶时也有学问 讲究小巧意入口 颜色要和谐 让人一看就喜欢喜心 喝起茶来更加有滋味 之前我觉得说 我品茶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可是来到这里 当我学了这样多坦克之后 我才知道我们茶道是要进行 北海晋思书轩推广晋思茶道 在座中体会并且透过简报 介绍茶道的内涵 让参与的职工们 对茶学与晋思理法 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戴安新闻冯绿西 马来西亚报道